1952年10月12日 朝鲜战场上 我志愿军攻占了 敌军聚首的391高地 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胜利 391高地 一直是敌方插入 我军防线的重要山头 夺取了它 既保证了志愿军阵地的安全 也为正在进行的 停战谈判 增加了主动权 这次战斗异常惨烈 许多志愿军战士 为此付出了生命 其中就有后来 在全中国近人节肢的英雄 邱少云 战斗结束后 15军宣传干事王寒 见到了英雄的遗体 这个身上都整个都烧了 烧肉卷进来了 原来手插到泥里 最后就这样的 卷起来 烧臭臭的知道 1951年3月25日 秋少云所在的志愿军第15军 入朝作战 同年4月 15军参加了志愿军发起的第5次战役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王寒第一次见到了秋少云 当时认识的话呢 是在入朝的时候 那是打罗家山 当时的话 他连长的话挂采了 把一条腿打掉了 他那是担任战琴 战琴呢 就是运送商严呢 运送弹药啊 这他上去以后的话呢 要把连长背下来 把他背下来以后的话 那是我们见过面 他个子不太高 黑黑的 黑瘦黑瘦的 本人有点内向 第一次见面 沉默寡言的秋少云 给王寒留下了深刻印象 由于工作原因 身为宣传干事的王寒 经常到连队与战士谈心 这也使得他对秋少云的了解 慢慢多了起来 他的话呢 从小很苦 从小就失去了父母 十二岁的话呢 就给地主 那这叫扛活呀 就当长工啊 受了很多苦的 所以从小的话呢 就培养他一种 很坚韧的这么一个性格 也是培养了他一个 少阳寡语的这么一个性格 1949年4月23日 解放军攻占南京 国民党残余部队不甘失败 在中国西南地区大量征兵 企图富于顽抗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秋少云在家乡四川省 铜梁县 被国民党部队拉了壮丁 抓壮丁的话 抓到的话哪里去了 就抓到 没有进国民党的正规部队 就参加了他的保安团 保安团队 保安团队就这样的一个性质 在那当然也不一样了 也是吃了很多活 受了很多压榨 1949年12月27日 解放军攻占成都 至此国民党军在大陆上 最后一支战略主力部队宣告覆灭 在这场战役中 秋少云所在的部队集体投诚 随后他成了解放军15军 29师87团的一名战士 解放了他 把他给补充到九连来了 补充到九连 当时他也不完全很适应 从国民党过来 那就是宣传是共产共棄 他很恐怖的 到底解放军怎么样 他也不了解 很快 邱少云发现 真实的解放军 跟国民党军宣传的那一套 完全不同 而在部队中 上级对下级的态度 更是让邱少云感到兴起 所以那阵的话 好多老战士 都找他们谈心 了解情况 帮助他 他那阵的话 就是感觉的话 怎么这个解放军 和这个国民党部队不一样 那国民党部队的话 把那当官的好家伙 这口既阳架子极大呀 那把战士不当人用啊 那家伙 说打就打 说骂就骂 他说这个部队的话 这个干部一点架子没有 你看那个团长 叼个小圆袋 就蹲到那和大家聊天 这男人这样的干部 他就觉得很新奇啊 更让邱少云感到惊奇的 是解放军对待老百姓的态度 那可是跟邱少云 过去见到过的 任何一支部队 都截然不同 你看走的时候还蛮刚运动 把老百姓的水还要调干净 走的时候屋里屋外 全部打扫干净 跟老百姓告别 然后集合出发 所以这方面来讲啊 这都让邱少云 看在眼里头啊 记在心里头了 在解放军部队里的耳濡目染 让邱少云明白了 原来当兵打仗 也是可以为自己 为穷人 谋幸福 打天下的 从那以后 邱少云表现得很是积极 他希望为这支人民的军队 多做一点事情 1950年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 10月19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一批部队入朝参战 此时 邱少云所在的十五军 也奉命开始向东北地区 集结 为入朝参战 做最后的准备 1951年7月10日 朝鲜战场交战双方 开展了长达两年多的停战谈判 而在这段时间里 前沿阵地的军事活动 却一直十分平凡 双方都试图通过抢战 有力地势 争取谈判的主动权 391高地 变成了双方争夺最为激烈的 前沿阵地之一 那个地形的话 就是这几座大山 这个就是391 我们崖山在这 它391就突出来了 突出这一块 这块的话都是平原大草原 这一块空洞地都没人的 那这是很大的一个口子 它在这的话就 这一块平原就看到 我们的后头了 我们的运动的轨迹 运输线 汽车 晚上要往前线送东西 送弹药都靠这的 说你把它给打掉的话 那对我们那很不利的 1952年10月 为了保证志愿军主阵地的安全 上级指定29师87团 作为主攻部队 夺回391高地 然而391高地的正前方 是一片纵深达一千多米的开阔地 要攻下它 谈何容易 你如果白天发动攻击 我们他们是暗处 我们是明处 再加上后边还有的火炮 坦克的支援 相当伤亡很大的 所以后来研究研究去 就研究了这么一个战术 就说事先潜伏进去 离敌人前沿最远的三十年 按照计划 志愿军部队需趁着夜色 匍匐到敌人阵地前 隐蔽在杂草丛生的开阔地上 准备在第二天黄昏时 趁敌人不备突然出击 从而一举夺取高地 但是一支人数众多的部队 要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 潜伏十几个小时 而不被敌人发现 这几乎是一个 无法完成的任务 纪律 铁的纪律 不管在任何情况下 任何人不能影响这条纪律 不显不管你在战场上 出现什么情况 都不能够暴露目标 因为暴露目标 不是你一个人的 你暴露目标 整个天伏区的那一片人 那几百人的 那都要受到伤害啊 所以这条啊 那就战事干部反过讨论啊 反复理解啊 把这个都刻在战事的心里头了 是不是啊 那不是那么就简单的 在一个在潜伏战的时候啊 还要做了很多的具体的工作 为了这次战斗 团部特意进行了战评会 在会上 邱少云所在的三营战士 纷纷表态发言 积极要求参加潜伏任务 不是说你想打就打呀 那这上战场以前 首先要进行战平 凭你的觉悟 凭你的技术 凭你的决心 要吃你三营 这个平的话 是办理的整个平 你有没有这个决心 你有没有这个技术 打能不能上得去 各种操作你会不会 你觉悟高不高 在第一次战评会结束后 王涵得知 九连一排一名战士 未被批准参加战斗 而这名战士正是邱少云 这让对邱少云很熟悉的王涵 感到非常奇怪 他干工作也还是抢在前的 他也还是蛮积极的 没平上就意味着 这场战斗不能上啊 我那阵我在九连 是不是 和他们指导一块儿商量 说怎么样 这次大家表态还都很好 说一排是个突击牌上 说一排就怎么这事怎么样 原来就是邱少云不发言 不表态不坚决 所以他指导员认为的话 有点落后 就是从这儿来的 在战场上 不积极表达战斗决心 普遍被认为是落后的表现 身为宣传干部的王涵 主动找到邱少云了解情况 他说的话呢 这个不能广说空话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不能说空话 要看实际行动 谁勇修谁好看 战场上见 是不是 后来我们就启发他 你光有心里都有决心不行 你还要向连队表达呀 现在的话 你第一次平不上去 你这次战斗就不能参加呀 所以你自己不但心里有 而且还要表达出来才行 不然你上完了战场啊 他就把他召集了 后来他写写书 还要破了写写书 给团支部 党支部写写书 表决心啊 在大会上 连大会上他也表了决心啊 知道而还表了他 就这样 在第二次战品会上 邱绍云才被批准参加这次至关重要的战斗 随后 为了保证潜伏任务顺利完成 部队在战前进行了多次实地侦查 敌人的明桥暗宝都在什么地方 怎么样消灭它 这事件都进行了研究的 回来以后的话呢 摆沙盘 摆沙盘的话 然后的话 明去位置 明去你这各个战斗小组的位置 搬着位置 然后就找一个相似的地形的位置 还要去演练 而此时 已被批准参战的邱绍云 也在积极地参加着各种军事训练 后来就是在 在这个前面的话 演戏以前呢 他就专门练习爬山 练习腿部的力量 锻炼还可以 其他技术没什么 打枪啊 头弹啊 这它都可以 就是腿部的力量小一点 或者通过练爬山 它有所进步 在战前的训练间隙 战士们总会坐在一起进行讨论 来分析潜伏任务中 可能出现的问题 你比如说 你爬到那里了 你已经潜伏好了 你怎么能 你遇到几种情况 你怎么办 你比如说 你 你 招装 没有招装 你蹦一蹦 能不能没想动 没想动 爬一爬 能不能没想动 这个 你爬到那里以后 你吃饭怎么办 你咳嗽怎么办 你打喷嚏怎么办 这都进行研究了 针对这些问题 邱绍云和其他战士 也在积极研究着解决的方案 喝水了以后 咬辣椒 吃辣椒 喝一口辣椒 很椒很椒 那辣得不得了 刺激你 睡不着觉 那就是这个样子 要挖个小坑 就地小便 大便就不行了 大便的话 一般的话 饭要少吃一些饭 小便可以就地解决 2010年4月2日 经过五个多月的修缮 始建于1962年的 邱绍云烈士纪念馆 重新开馆 馆内陈列了大量 有关英雄生平的食物 和图片资料 英雄已经逝去将近60年了 但英雄的事迹 却依然让人们为之动容 当年 在朝鲜战场上 邱绍云牺牲以后 他的事迹 立即就传遍了志愿军的每一个部队 并激励着所有战事的战斗激情 他伟大就伟大在这个地方 他更是 因为的话内阵的话 这个铁的距离 不是他一个人知道 人人知道 只要一个人爆标 那整个大家 整个一场战斗就完了 周围的话 这几百人的话 都要遭到惨重的上忙 我这条恐怕估计 他记得哪里的 我就是死了 我也不能够发暴露目标 不能够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陸的大陸的戰士》 《大陸的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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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部署 集結完畢的戰士們身批偽裝 趁著夜色的掩護 潛入了391高地前沿的開闊地 並在指定位置隱蔽下來 在391高地上 也並不是完全都是平地 長草是長得有半人多高 但這地也是磕磕磕磕 也有瓦地 也有高地 也有水溝 它是這樣的一個地形 而邱少雲作為突擊組的戰士 埋伏在了隊伍的最前面 他是突擊組 突擊組 他是往上搞突擊的 他和他的副班長 李安興 李四虎 他們都是一個組的 他們要打下一個安保 他那都有路線 誰打哪個地方 誰打哪個地方都分好了 平靜的一夜過去了 第二天天剛蒙蒙亮 敵軍突然開始向陣地前 埋伏著志願軍部隊的開闊地 被掃射 其實敵軍並不是因為發現了什麼風吹 慘動才瘋狂射擊的 他們只是被志願軍打破了 總是處於精神很緊張的狀態之中 所以每天都要這樣漫無目的地 胡亂掃射上去 不過儘管槍是敵人忙逆亂放的 但是打中了人也還是要造成傷亡的 把腸子打出來了 把腸子打出來了 也不大 他那個戰士的話被囚少於小 囚少於那陣估計二十四五歲了 這樣一個小戰士才 也就是十九歲二十歲的樣子 腸子打出來了 還在往裡頭堵腸子 你不能動啊 就斜著身堵腸子 還堅持他也沒動啊 在鐵的紀律面前 小戰士經受住了考驗 沒有暴露目標 但是早已草木皆兵的敵人 雖然沒有發現什麼異常情況 可還是派出了一支巡邏小分隊 朝著志願軍潛伏的區域搜索過來 就是 那支是李承晚的部隊 他上了一個加強連 實際上 相當於一個營的樣子 他下了一個班來巡邏 他巡邏的話 他走到邊上啊 我們一個戰士叫他發現了 他一個啊 他就召開了 他說什麼話 咱都聽不懂了吧 這挖天 就挖大槍 就往回跑 如果敵軍小分隊 跑回了391高地 那麼不但這次潛伏任務 將前功盡棄 潛伏部隊也將陷入 極其危險的境地之中 就在這萬分危急的時刻 一支嚴陣以待的志願軍炮兵 觀察到了這一情況 當時的話 這個部隊啊都有準備 萬一被敵人發現了 敵人都在中途怎麼辦 那炮兵啊 後邊的炮兵啊 都瞄準了 這個把這個 往回跑的過程當中 讓我們一個急速射 把它全消滅了 把這個班子都給它消滅了 這一打以後 但是敵人的話 這個這會消滅了 沒人回去報告 山下有人 但山上看到了 說怎麼搞的 這個 就把我一個班都消滅掉了 這個戰士往回跑 是什麼意思了 就有點懷疑了 由於地形複雜 情況不明 此後敵軍 並沒有再次派出小分隊 而是繼續試探性地 向開國地開槍開拔 這樣子的話來講 敵人就開始亂打槍了 亂打槍了 就派了一個偵察機 他在上頭盤旋 就在我們那上頭盤旋 因為下午有人好 他沒發現 但是敵人就亂打炮 下午四時左右 敵人發射的一顆燃燒彈 正打在了邱少雲前方 兩米左右的地方 草叢沾上了燃燒葉之後 便迅速燃燒起來 熊熊大火 一下子 就包圍住了邱少雲 把草燃燒了 把它也燒起來了 在旁邊 然後李四虎是親眼看著的燒的 你說那些什麼滋味 邱少雲的半邊身體 已被熊熊火焰吞噬 潛伏在他身邊的戰友 痛心不疑 卻又只能眼睜睜地看著 一動都不能動 一個戰友被虎火燒死了 眼看著幹啥不能去救啊 你說他心裡啥滋味 那邱少雲更是 把手指都插到出去了 他把離他的話 可能 一米半遠吧 就有一個水口 他可以翻過去 但是他不能翻 翻就發射目標了 他沒發射 他更是 惡惡惡燒死去 同時戰友們也在擔心 邱少雲攜帶的武器彈藥 如果爆炸 也會暴露目標 他的身上的話是手榴彈 手雷的話並不在身上 有轉盤 轉盤槍 那就在他的旁邊 這手榴彈的話的話 來講蓋著蓋兒啊 你不拉銜的話 就憑那麼一點火 想不了的 這四個手榴彈對他無妨 轉盤衝鋼槍 他裡頭七十二發子彈 他裝在裡頭了 他身上又沒有再帶子彈 所以這方面來講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大火一寸一寸地 吞噬著邱少雲的身體 英雄卻始終文思未動 他用自己的生命 保證了潛伏部隊的安全 邱少雲生前的副班長李元欣 根據當時戰場上的回憶 寫下了我的戰友邱少雲一文 後來這篇文章被收錄在小學語文課本裡 文章最後寫道 黃昏時候 漫山遍野響起了激動人心的口號 為邱少雲同志報仇 我們懷著滿腔暮火 勇猛地衝上391高地 敵人全部被我們殲滅了 看看時間 從發起衝鋒到戰鬥結束 才二十分鐘